可能每个观众对演员都有着不一样的看法 也许有些人十分的羡慕明星 认为他们的生活光鲜亮丽 而且手艺巨大 而有些人觉得明星就是出卖自己的色相来换取金钱 很是瞧不上他们 毕竟一千个人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看陈轩玉的故事 陈轩玉的艺名蒋诺诺 他是知名的搞笑艺人 也是著名主持人吴宗憲线下的新鲜家族的重要成员之一 同时他还是吴宗憲的好搭档 20世纪90年代 他开始进入电视台做艺人 起初他是节目的摄影助理和道具工作人员 当时他就已经很出名了 因为几乎在每个节目 他都会被主持人叫到舞台上曝光 此后他在一些单元短剧中表现出了意想不到的搞笑天赋 并因此被吴宗憲看中加入了献献家族 在经济合同满期之后 他于2009年离开了献献家族 此后他努力发展个人副业 把生意做得有声有色 如今的他不仅仅是同职艺人 便是一位老板 他的妻子和他是结婚多年的闽男语歌后猪海君 比他小14岁 两人在一起的经历也是十分的不容易 当年他们认识的时候 猪海君只有12岁 陈生玉在歌唱节目中担任工作人员 对12岁的猪海君影响深刻 或许两人的缘分便从那时候就建立了 在2011年 陈生玉被拍到在童话夜市 带着一位素颜美女逛街 引来了很多网友的关注 大家十分好奇他的绯闻对象会是谁 后来经过网友们的仔细甄别 终于发现了他秘密交往的女友不是别人 这是竹歌亮的小师妹猪海君 两人缘起台势百万大歌星 陈生玉是节目的主持班底 八大歌唱审秀节目出身的猪海君 有一次担任结唱智男团的时候 认识了陈生玉 并因为个性单纯 温婉 乖巧 会做家事 很快就抓住了对方的心 当晚两人毫无顾忌的游摘漫步 逛小饰品店 还买水果 见到记者时 陈生玉一脸惊恐 但假装为事 朱海君见到记者拍摄着闪闪多多 陈生玉还跟记者商量 要拍拍我就好了 这段相差十多岁的恋情 让很多人都好奇 于是 恋情曝光后 陈生玉也大方承认了 自己女友便是朱海君 当时朱海君已经发过两张闽南语专辑 还连续两度担任师兄 诸葛亮 万秀之王歌舞秀 开场嘉宾 面对他们的恋情 经纪人表示 两人确实在交往中 自从约会被媒体拍到 陈生玉便开始大方的带着朱海君 出席朋友聚会等场合 不再排斥恋情公开 他的庆生宴上还大方搂着朱海君入境 之后 媒体又拍到陈生玉 恋请朱海君的家长的照片 疑似好事将近 对于二人即将结婚的传闻 陈生玉表示 有长辈来台北 招待人家是应该的 而自己一直也比较诚实 交了女朋友既然公开就正大光明的 并且他还坦言 自己已经到了许婚的年龄 对结婚并不排斥 如果时机成熟 便会考虑结婚的事情 没过多久 便传出了陈生玉向朱海君求婚的新闻 众人对他们即将步入婚姻殿堂 都十分的开心 跟这段恋情其实并不顺利 原因是遭到了朱海君妈妈的极力反对 虽然两人狼情惬意 但婚事却因为朱妈妈的介入而生变 朱妈妈说 自己看到陈生玉 对女儿求婚的新闻吓了一跳 没有说陈生玉不好 她不是看物质条件 她表示 自己女儿的工作高不成敌不就 刚起步就结婚 枉费自己栽培了那么多年 而自己也并不是那种不讲理的妈妈 等女儿事业稳定 自己愿意放手让她去追求幸福 至于女婿的条件 必须自己看得顺眼 也得疼爱女儿 不久便传出了 陈生玉和朱海君分手的新闻 在张小燕的谈话节目中 朱妈妈先说 反对女儿就没年轻就嫁人 朱海君马上配合演出 说和陈生玉已经分手四个月了 令大众十分的吃惊 很多人认为 朱海君和陈生玉的亲事 结不成只有两个原因 一是朱妈妈不想嫁女儿 二是朱海君正逢发片 一切都是商业的操作手法 一时间外界的传言沸沸扬扬 都对这对苦命鸳鸯表示惋惜 结果事情又出现了反转 没想到的是 朱海君和陈生玉分手 居然是假分手 转地下恋情了 当时朱海君在节目中自爆分手后 被媒体拍到 其实两人还是正常约会的 吃饭 甜蜜恋情根本没变 似乎一切都是为了 稳住朱妈妈 他们将甜蜜恋情转回地下恋 并且陈生玉对朱海君用情置身 最终靠自己的毅力和真心 打动了朱妈妈 两人成功地走在了一起 2013年 陈生玉带着女友一同上万岁猪王 除了分享结婚喜讯 也一起宣传女友的闽南语专辑 两人现场甜蜜合唱 小姐请你给我爱 陈生玉还拿着结婚捧花 当场下跪 重现求婚桥段 朱海君开心地在摄影棚内丢捧花 没想到竟然是主持人 朱格亮街道 当场被搭讪成雅男调侃 难道结三次婚还不够 让朱格亮脸上更是出现三条线 总效不已 结婚后 朱海君谈及由于母亲反对 自己只能被迫分手时表示 母亲从小就对自己管教严格 方学只要有男生接近 马上就会问对方想干什么 这么靠近我女儿 将男同胞纷纷吓跑 高中的时候 他偷偷交了男朋友 被母亲知道后 更是直接跑到对方家里说 小小年纪应该把重心放在课业上 不应该谈感情 所以他十分尊重母亲的想法 才会在当时和陈轩玉 转为地下恋 两儿婚后的生活确实很幸福 不仅一起上各种节目 还一起创业 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2014年 他们的爱情结晶诞生了 朱海君成功抛妇产下了一名女儿 女儿体重3700克 小明农妹 夫妻仰看到女儿出生那一刻 都感动到喜极而起 陈轩玉表示 原本妻子要自然产 但算命老师说 当天早上9点02分是即时 才改为婆妇生 小孩以后长大才会忘 孩子出生之后 岳母还送上了金汤石 让孙女和金汤石出生 陈轩玉在朱海君生前 紧张到失眠 凌晨5点就开始准备 更是一早便来朱海君 到周大中复产科诊所待产 生产过程十分的顺利 她还进产房陪老婆 女儿出生后 她认为五官长相长得像自己 称浓妹手长脚长 黄身长就49公分 耳朵也很大 跟我很像 有70%像我 真一红两 应该像我们老婆 爱女心切的她 最后更是情力情伪的带女儿 若有工作 就把女儿交给母亲和岳母 能留待 不放心找保姆 对于未来 是否会让女儿当艺人 她笑说 女儿开心就好 自由发挥 说不定 她会遗传到我的喜感 你跟妻子一样会唱歌 之后 当有媒体询问 陈薛玉是否有计划生二胎的时候 她大方地表示 要给农妹生个伴 平时夫妻俩也会在社交账号上 晒出一家三口的日常生活 幸福的家庭互动 深受网友们的喜爱 陈薛玉经常会晒女儿的时尚穿搭 小算年纪的农妹 气场十分的强大 完全不输妈妈 让网友们存在恋恋 不过幸福的家庭总会有学举磨难 陈薛玉的母亲 在2020年发现有胆管癌 做完化疗结束后 身体一直很好 病情得到了控制 但在前年3月 癌症突然转移到了肝脏 病情恶化需要住院 之后 陈薛玉实在不忍心看到 母亲痛苦地在ICU急救 便把母亲转移到了安宁病房 不久 陈妈妈就平静地去世了 享受80岁 母亲去世后 陈薛玉在社交平台上 向母亲告别 她写道 妈妈 感谢你这几十年的养育之恩 下辈子我还是你的乖儿子 让不少网友看都看红了眼 很多人在社交平台上留言 劝她节哀 随后她为母亲举行葬礼 并向母亲告别 而且由于她在演艺圈中 拥有好的人员 加上交友广阔 现场除了一片花海之外 包括曲中恒 陀宗康 柯友伦等艺人都亲自出席告别 陪她送母亲最后的一程 告别室上也播放了 朱海君的《花开的时》 据说这是陈妈妈生前最喜欢的一首歌 也是朱海君在2020年 以同名专辑拿到金曲奖 名乃语歌后的代表作 丈夫的母亲去世了 作为妻子的朱海君 也在社交平台上向婆婆表达了爱意 称海医生妈妈 一辈子都是妈妈 短短十多年 婆媳缘分如此的短暂 她还透露 婆婆的遗言是 以后全家都交给媳妇 她说自己会把答应婆婆的事情做好 经过了亲人的离去 才知道剩下亲人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如今这个一家三口 获得更加甜蜜幸福了 祝愿他们今后的生活喜乐安康 也希望他们继续能给我们带来更好的作品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在评论区告诉我 你想知道的明星 我们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